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额 遗憾地告诉你 那些就是平行四边形的全部官方性质了 不过 别太沮丧 虽然你本身挖掘不出新性质了 但只要花一条角平分线 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事不宜迟 一起来研究一下平行四边形中的角平分线吧 在平行四边形ABCD中 线段第一是角ADC的角平分线 左看右看 狐狸猫有疑问了 这有什么特殊的吗 诶 我注意到了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DCE 不仅如此 这好像还是个等腰三角形 稍微给你剧透一下 三角形DCE的确是等腰三角形哦 不过 你们能自己尝试着提出说明吗 要确认等腰就可以考虑先确定这两个角是否相等 接下来 我来我来 一支线段D是角平分线 所以有角1等于角2 而四边形ABCD又是平行四边形 又线段AD平行线段BC 所以角3等于角1 这样角3就等于角2 等角对等边等腰三角形就正出来了 没想到平行四边形身上还有这样的隐形技能 透过角平分线加上平行线就能收获等腰三角形 所以今后我们看到角平分线加平行线 就要联想到等腰三角形 不仅如此 有了等腰就有了这两边相等 就可以帮我们转换线段了 那 要怎么运用在题目中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还是这个平行四边形 以致平行四边形的边长线段CD等于10 线段BC等于12 要求线段B的长 如果你们能一眼就看穿三角形BC是等腰三角形 这题就非常简单了 这题我来 我们有线段CE等于线段CD等于10 线段BC等于12 所以线段B就是2 非常简单 平行四边形中一条角平分线就能得出等腰的性质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那如果多画几条角平分线 会不会出现更神奇的功效呢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张图 都是平行四边形中出现了两条角平分线的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左边这张图 中间就有一个四边形 是不是看起来很眼熟 这该不会是个平行四边形吧 那我们就来尝试着说明一下 如图 平行四边形ABCD中 线段D平分角ADC 线段BF平分角ABC 要求正四边形BEDF为平行四边形 要正平行四边形 在大平行四边形中 我们已经有了线段DF平行线段B 那就只要再确认线段DF平行线段BF即可 在平行四边形ABCD中 对角角ADC等于角ABC 线段DF 线段DF又是两条角平分线 所以我们就有 角1等于角2等于角3等于角4 又因为线段CD平行线段AB 内错角相等 就有角2等于角5 角3等于角6 因此这六个角通通相等 有了这些角相等 就很容易正平行了 角5和角3是同位角 它们两个相等 那就有线段D平行线段BF 对边都平行 所以四边形BEDF是平行四边形 我们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既然我们这么辛苦地完成了这题 那能把它推广成一般的结论吗 也就是说 世界上所有平行四边形对角的两条角平分线都平行吗 不行哦 比如你看这个平行四边形 它四边都相等 那把两条角平分线画出来 就会发现它不是平行的 而是直接重合了 因此这个结论得这么说 平行四边形中 一组对角的角平分线平行或重合 注意是平行或重合 我们看完了左边这个图 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右边这个图 我们从平行四边形中相邻的两个角 画出两条角平分线 那这两条角平分线有什么关系呢 仔细看似乎很像垂直 那我们就来尝试着说明一下 想知道是否垂直 那我们就得找角的关系 我们可以尝试说明 角AGB等于90度 在平行四边形中 线段AD平行线段BC 那角BAD和角ABC 就是一组同侧内角互补 相加等于180度 而线段A1线段BF 就分别是两个角的角平分线 所以角1加上角2 就等于180度的一半 等于90度 那就可以算出 角AGB等于90度 得出线段A1垂直线段BF 那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 现在我们就可以总结 平行四边形中第三条隐藏结论 在平行四边形中 一组灵脚的角平分线互相垂直 今天我们学到了 平行四边形中 结合角平分线的三条隐藏结论 第一 角平分线加平行线 就会出现等腰 第二 平行四边形中 一组对角的角平分线 平行或重合 第三 平行四边形中的 一组零角的角平分线 互相垂直 这些结论 虽然不能当定理用 但可以帮助大家 快速找到解题思路 也蛮不错的呢 那么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拜拜咯